新年新气象 川普新政如何赚钱 中文投资网股票代号CIIX 创始人汪仁王已经找到机会 他将推荐一只超级大牛股 投资一万帮你赚回五万 汪仁王稳赚不赔金股推荐投资策略晚宴 分析师团队四人两小时行情解析 1月21号周六晚上5点登场 湾区旧金山同步直播收看 名额有限 立即拨打1800958 8561 或在中文投资网微信官网报名 这是您2017投资赚钱最好的机会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美股售盘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 今天的市场新闻比较多 我们主意来看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下三大指数的一个涨跌情况 最后全是以收跌为主 纳斯达克跌的0.04 标普跌的0.27 道雄斯跌的0.17 其实早间下跌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从隔夜市场来看市场是一个下跌幅度的 但是到了今天开盘的时候 都有一个冲高紧接着回落 到了尾盘的时候又是一个强烈的拉升 大约是在接近盘中往后 接近将近尾盘的时候 这个拉升是非常强的 我们以纳斯达克为例 今天纳斯达克的反弹是最强的 甚至在尾盘的时候是一度翻正 我们看一下这个日内的走势相当的震荡 基本上从盘中开始就开始一个大幅的一个向上的拉升 而道指则相对的也是下跌 但是这个跌幅还是会比纳斯达克较深沉一点 那整体来看仍旧是一个高位盘盘整理的一个状态 没有任何的一个去向性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银行内的板块是继续下跌 我们在这个地方放一下XLF 银行内的板块今天跌了0.65 是一个前期的一个破位走势之后 在底部延续着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 那么不知不觉当中 其实在川普当选之后 市场来了一个川普rally 涨的涨势非常的厉害 可是近期 那我们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披露一下 华尔街的各大银行高管 他们加起来总共基本上是抛售了 一个亿美元的一个资金的量 那其实在华尔街有一个规定 是对银行的一些交易员也好 或者对银行的职员 对银行的高管 他们是不允许在业绩公布之前 去进行一些股票买卖动作的 好 那前上个周 基本上高盛啊 花旗啊 CTGPM这些银行呢 业绩都公布完了 我跟史丹利都公布完了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做一个抛售的动作 这也是为什么 最近银行内的板块比较疲软的一个原因 这个只需要高管向外报备 像普通的员工啊 他们是没有必要向外去披露的 但是可想而知 会有多少人 或者多少内部的员工 也有进行这个对银行内的股票 或者对其他行业的股票 有一个抛售的行为 这一点值得我们的一个警惕 好 然后呢 我们提到了特朗普 今天特朗普一上台 签了三项协议 首先 这个废除了这个跨台边合约 第二个是停止这个美国的政府 开始去继续的一个招人的计划 第三个停止联邦基金向那些支持堕胎的机构 去做一个慈善基金的一个补充 这三点是川普今天签署的 那么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第二点它是为了节省政府的开支 防止这个赤字扩大 然后呢第三点是体现了一个 我个人是非常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 支持堕胎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这个也是他总统的一个态度 那跨太平洋合约 这个我们都知道 一直都在是 他一直都在说 上这个一上任就要取消这个 好 另外一个呢 还有这个NAFTA 这个是北美自由贸易的这个合约 是川普今天也是说 要重新去谈判这个事情 主要是达到这个双边公平竞争啊 一些关税入境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另外今天特朗普是上周五正式就职 今天算是他的第一个真正开始工作的日子嘛 他今天也是会见了 Elon Musk 特斯拉的CEO 和美国这个运动品牌的制造商 这个Under Armour 然后Under Armour的CEO 再次重申提到过 要减缓这些企业的税务 大约会从30%降低到15%到2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税务削减 那么我看到盘后 他也是继续和福特的CEO 等等这些汽车制造商的CEO 在见面 可以看出来 川普真的还是想将自己当初承诺下来的减税的动作 进行到底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会对美国的股市是一个利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原油 这是第一次 历史上的第一次 这个俄罗斯取代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这是第一点 然后其次 伊拉克方面 基本上已经达成了欧派克减产协议的目标 预计呢 这个月月底 已经会完全达成这个协议 可是我们看油价 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航盘震荡的整理 没有什么明确性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的建议仍旧是继续的去对油价作为一个观望的态度 那么今天呢 整体市场新闻很多 新闻很杂 我们整体梳理下来来看的话 其实对市场并没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应 那接下来是科技类板块的一个财报季 比如说明天凌晨 我们就会得到阿里巴巴的业绩 然后本周也会有谷歌的业绩 这些大型公司的业绩 对纳斯达克指数应该是会有一个领涨 或者是领跌的一个作用 我们继续来看 然后MCD麦当劳今天是发布了业绩 业绩不错 但是股价依旧是下跌 也可以让我们看出来 除了市场的动能 再由涨一涨 然后回调再继续涨 变成了现在的先跌一跌 反弹再继续跌 这是一个状态 其次呢 是很多公司业绩很不错 但是股票却是反而股价在有一个下跌 没有对大盘有一个支撑 这个呢 是需要我们值得注意的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美股说法 然后明天同学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